我才看到上面有一个车在动 那个车 这家店的名字很有意思啊 老子进水 一家连老板都不知道卖什么东东的店 哇里面还挺大的 看一下 2块 2块钱 感觉这种小店挺有意思的 冰箱贴4块9 哇长沙冰箱贴 这个可以啊 这个可以 买一个回去贴冰箱上面 橘子粥 哇长沙 香肠 看一下 哇这全是冰箱贴 这个是长沙的粉吗 长沙的粉吗 哇缩粉 缩粉 缩粉 真的好看 戏院 梦回西汉 太平街美食 这条街好像逛完了 我现在要去 黄新路步行街看一下了 就在旁边 扫瓶 扫码头坪打卡上沙 这边的街道名字 好神奇啊 吃饭 皇帝大 这个是什么意思 杜浦江阁 我现在离那个博子街进 先去那个博子街 好像就在对面 待会再去 黄新路步行街 哇 看到一家对面这个茶园乐社 这边怎么50米一家茶园乐社 关键是每家排太多了 我待会不排队再去 五一光彩 我走到这个太平路 这边是古潭街 博子街 应该在这下面 我要去这个地方 好搞笑 刚才我在这看这个路牌 然后转过来 一看这个地方就是博子街 这个是叫博吧 居然就在我的旁边 我还在看路牌 哎呀 好想喝茶园乐社不排队的呀 我基本上没做什么攻略 我都不知道这地方是干什么的 去看一下 博子街也是卖小吃的吗 我朋友让我一定要来这说粉 而且要吃干拌的粉 但是刚才吃了 吃了东西以后有点饱 去看一下 看一下这家排不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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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虫啊 虫要排队吗 现在 现在的话我帮这个美女点完 好的 那我直接点了 是扫码点还是你点啊 直接在我这边点的就可以了 好的 谢谢 我看一下有什么 他们这个人工点的 好仔细啊 点的 冯夕绿柜一杯烟火一冷 还一杯三七虫 对吗 终于遇到一家前面只有一个人了 不用排什么队 我就在这点 三杯那个幽兰拿起来 稍等一下 我先帮这个摔个点完蛋嘛 稍帮你点灾可以吗 夏娥好 你好 你好 我想要咖啡哪一片 这是咖啡对吧 哦 这个不是咖啡 咖啡在哪儿啊 哦没有 好了那就拿茶吧 这个是奶茶 要深夜吧 其实不好意思 就是那一款真是没有 哦 我看一下 这一款的话就是那一碗 但是没有 然后这一款的话是我们家的一个风心绿柜 是绿茶底的 可以 那就拿这个吧 好的 要因为风心绿柜 然后我们这边有个小零食要试试一下吗 好的 谢谢这个是蛋糖还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绿茶 不知道我是我是说它糖加了多少 哦 这个是标准糖 那就要标准糖吧 好的 因为标准糖 好的 冰块也是帮你标准冰了 好的 然后我们这边的一个面 送我一个小吃 然后一个卡片 这是什么 送到这个还可以 这个是风 这个是风 这个已经接住肉了 这个 这个进来就别拍到超多急 哦 好的 买到了绿茶 我本来想买那个鸳鸯咖啡的 没有吸管没有盖子 他们这个直接喝的 擦颜玉色 擦颜玉色喝到了 这家不排队 哦好香啊 点了绿茶的 这个 茶味已经盖住奶 奶味了 这个比较好其实 而且它刚好不甜 啊上面这个泡很好喝 这个综合了 我们年轻人不喜欢喝茶 这样就喜欢喝了 嗯 上面这个奶油很香 还挺好喝的 火之街美食广场 这个火之街里面有一个这个 火宫殿 我去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火宫殿 旧子 2006年11月 哇看到毛爷爷了 明天去看那个他的头像 橘子咒 都说橘子咒要惩罚不坐小火车的人 我明天准备全程徒步 因为之前进山徒步也不止几公里 旁边是财生店 火生店祈福 啊这边 啊这边 哦我知道这边都是财生爷 主店就是财生爷 这边也是财生店 看一下这边是什么 观音店 这边是观音店 观音店 然后后面 首府 首府 火神庙会 哇这个地方过年的时候应该很有趣 全在参加吃小吃 哦 怪不得这里面有吃的 这全是全是介绍小吃的 里面小吃芒果 臭豆腐 米发糕 我看一下我后面吃什么 长沙到处都是人 好多人啊 周末肯定人超级多 现在去黄兴户 不停街 又直到这个庙街来了 那边是博子街 出来是庙街 哇这边 这边有点迷路了 好大呀这边 哇他们这对面的楼 好有特色啊每一层 其实就是要允许这样做才可以 才好看嘛 这个就是当时的样子 这条街和春虚的我感觉一模一样 以前的老街 诶这还有船 哇对面这栋楼真的挺好看的 挺有意思的 其实就是要允许这样做 不要每个招牌都做的一模一样 啊这个街好这个楼好看 哇这条街 好多人啊 周末的时候怎么办 看这里 哇全是人 全是人 全是人 我都不想走进去了 我去黄兴路步行街 我感觉都是游客 都在拍照 所以远走走到这个IFS来了 然后旁边是 是这个头像 原来这条街就是那个 黄兴路步行街 我以为还在前面 我酒店就在附近 待会儿去 待会儿再去找酒店 斑马线是斜的 原来都是在这个大屏幕这拍的照片 随处都是杀猪粉 明天去试一下 画龙池 在这里面不知道是什么 这边都是老街 我先去酒店 出来雨就下大了 幸好酒店里面 我把雨 我出来发现不对 去酒店里面把雨伞拿出来了 走这些小巷子看一下 待会儿去那个说的什么 文和友看一下是什么 这条是酒吧街啊 这条街有点像小丽江 这儿还有狗 小丽江的感觉 走这个巷子里面 常常好像说的经常下雨吧 我一来就遇到下雨了 前面也是酒吧 这条街都是酒吧 我才看到二楼有个鸭子在跳 重庆火锅 有个鸭子一直在跳 我从这个小巷子穿出来 就是这个了 杜浦江阁 我去看一下旁边的江井 然后这个是登井 我看一下这边是什么 好像伞白带了 下雨就下了几分钟吧 我带了伞白带了 好不容易在这拍照呀 这个楼挺壮观的 我待会 这个是他们的对面 我待会走过去看一下 走进来看很壮观呀 这个楼 一层两层三层 这个杜浦江阁 说的是杜浦原来就住在这里 杜浦原来就住在这个地方 但是他的房子已经不在了 然后就在他的房子的原子上又重建了一个这个房子 这个看着好气派呀 如果杜浦以前住这种房子的话 也太豪气了 这个 这个说的是杜浦在这里住了两年 然后他在这写了很多诗 所以说叫杜浦江阁 住在江的旁边看江景写诗 江景对面好漂亮啊 对面的那个是山还是 不知道那个是山还是什么 很高 然后上面有个金光一样的塔 这里和我和我上一站海口 那个看那个跨海大桥那个地方 好像啊也是有很多人在这唱歌 只是这个是江那个是海 哇好多人 还有椅子 好多人啊 我在这看到一个好激情的广场舞呀 这个广场舞 看待了我 这个广场舞 这姐姐好有活力啊 现在的广场舞这么先进了吗 文和油 好多人来这儿 外面为什么放这个足凳子都坐这儿 左边是商场 这边是这门口还有人守 还要排位的 好像我看那个张一新的电影就在这里面 听他们这边人说话就感觉 就感觉张一新那个语言 哦是这样的 这里面是一个特色街 但是它外面又是 又是很新的商场 这里面真的是别有冬天 哇好多城 待会上去看一下 之前谁来这里啊 富兰威射 这个 潇洒歌舞厅 然后对面有一个这个 新元婚姻介绍所 去报个名 在这儿好复古呀 这个感觉可以 哇对面还有二楼 哇三楼四楼有人住吗 都在这儿拍照 我看一下对面 这儿拍照 长沙 这里面好像挺 还挺大的 白沙商店 哇这里面熊扫冬瓜茶 哎这里面吃饭也不贵啊 十块钱十五块钱 哇这些商店挺有意思的 长沙四人银行 都可以上去的 收银台 看一下上面 哇这个长沙 宾馆要从这儿 请上二楼 这么多人 这个是什么 都在这儿拍照 哦 明珠一总会楼上有一家 荷花池 挺有持续 我看 哇那个是粗口 这两边是粗口 哇这个 这个挺有意思的 哇这儿是荷花池 我以为是成都那种荷花池 成都的荷花池 是卖东西的 这是真的荷花池 这个文和友 它好像说有七楼 很大5000平 然后这个地方 是修的四十年前五十年前 四十年前吧的长沙 这个真的挺有意思的 它是在一个很现代的商场里面 然后你进来你就仿佛穿越了 特别是可能年纪大一点的人 进来看着很熟悉 电梯有此去 可达三至六层 哇这里面的这家茶园夜市 好有特点啊 这家 哇我才看到上面有一个车在动 那个车 绕过去了 上去看一下 哇我现在知道为什么这有一个每个地方哪个人在写问路找我 因为在这根本就找不到呀 里三层外三层而且还有七层楼 我都不知道 我是随便在乱走不知道走到哪去了 原油记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迷路了迷路了 前面 这个是什么 花草门四部 哇我觉得 常在长沙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生活在这里的人 可能对这些记忆很深吧 这还有这个游戏厅 我小时候经常跳 经常跳客去游戏厅 观光朗测海线广场 我这儿是在二楼还是三楼我自己都不知道 穿梭缆车 这么多人都在排队做这个 这个缆车绕一圈 观光缆车很慢 这个出来直接这个出口直接进去是商场就穿越了 你看我出来 哇我回到两千年的 然后我进去 我回到一九八零年的 穿越穿越 我去再去楼上看一下 就这个小小的座位圈我看到了 时光许愿墙 我现在找不到上楼的楼梯在哪里了 终于看到这个上去的地方了 他要走这边下来 然后再上去才能走到最上面 五楼才能走到五楼 长沙的大庄 这是上六楼的 终于找到路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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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